這張圖呢也是沒有讓人在註解 但是非常的傷心悅目 而且充滿懸疑 懸疑的點是 請問各位你們可以幫我解答一下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是我們的金剛 我們的梗湖屬已經來到了第60集啦 那感謝大家的支持 沒有想到這個系列呢 這麼受到歡迎 那未來 魔鏡哥是不會繼續努力的 請放心好了 好我們來看地獎幹活 兄弟你跟你女朋友會常常吵架嗎 我跟我女朋友 從來不吵架 每次都是她 叫我閉嘴 然後我就閉嘴 決定奮發向上的我 白白網路開場 賣爆 敵場 健身 行銷 殺技 吉他 英文 球印 三個月後的我 買了都沒上 還睡辛苦我自己了 我先來睡個覺 搖搖晶 先睡個覺 搖搖晶 什麼都沒上 很辛苦 你壓個屁精啊 球救 馬老師在嗎 加油 我朋友失戀了 我想讓他學點樂器 看能不能夠分散他的注意力 有沒有那種可以讓人心靜下來的樂器 然後不要太複雜 最好是能馬上上手的 老師有推薦的嗎 嗯 墨魚 美女美女 要不要出來約會 有 有 好吧 那算了 祝你找去康復路 當女生告訴女生 我跟妳跟睡過了 當男生告訴男生 我跟妳妹睡過了 人家 韓國是 魷魚遊戲 我們台灣是 鱷魚遊戲 我怕有人不知道什麼是鱷魚遊戲 不知道鱷魚從哪來的 那個 有一個牌子叫做鱷魚牌 來聞香喔 盡量罵我沒關係 我的大腦超關懷 關懷到 你的辱罵 會直接滑過去 這張圖呢 它沒有任何的註解 單純這個圖片呢 就有梗 我是來的去了解這個圖片 它的真實歷史背景是如何啦 反正呢 這張圖片叫 一個雕像 莫名其妙 把一個真人給脫走了 我不曉得是這一個人 不曉得是 他哪根筋有分力 龜座中 像被這個雕像 拖著走的畫面 還是 它是一個什麼街頭藝術 一個人把自己 噴成像雕像的樣子 然後在街頭脈 這樣 還是 第三種可能 就是 都市純熟 真的 硬硬了 雕像動起來 太狼了 強尼 今 37歲 曾經在美國海豹特組部隊服役 又考上哈佛大學醫學系當上醫生 之後 又成功的加上了 美國太空總組的太空人 哈哈 我最可怕的惡夢 這是 當強尼的媽媽 夠媽 如果是好朋友的話 整天一定被比較的沒有完沒有了 剛剛再來這張圖呢 也是沒有任何註解 但是非常的賞心願望 而且充滿懸疑 懸疑的點是 請問各位 你們 可以幫我解答一下 這個鍵盤的牌子是什麼嗎 我好想買這把鍵盤 另外 有人注意了 耳機上面寫著 CMX 這三個字嗎 沒有 我相信你們不會知道 鍵盤的牌子是什麼 也不會有人注意到 耳機上面寫著 CMX三個字 更不會有人注意到 這個妹子呢 她用的電腦螢幕啊 是一個曲面螢幕 而且更不會有人注意到 她用的電腦配備啊 基本上全部都是黑色的 除了那個耳機 還有除了那個螢幕的邊框 我相信你們全部都不會注意到 因為 你們都只注意 其他地方 那個什麼 SIAS220 你們應該是看得非常清楚 還有那個PR 還有那個非常漂亮的褲子的線條 你們這些 嗡的臭的東西 這樣我們在看圖 跟上一張很像 張圖呢也是充滿懸疑 懸疑的點呢 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後面的模糊是藍色的 更甚至有一個很大的 咖啡色的門就在旁邊 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看張圖的時候 就思惠這些很奇怪很懸疑的點 都突然看不清楚背景了 唉 真的是恐怖啊 懸疑啊 這種圖片呢 真是太詭訣 太離奇了 接下來 這張梗圖呢 突然間爆紅了 中華電信 還在5G 原傳電信 直接就36G 哦 哦 現轉電信36G 好快啊 突然這車開的那麼快 我都來不及適應 請問哪裡可以甚本36G呢 我也想要36G 我想體驗看看36G是什麼感覺 喔 我說的是網速喔 我是你剛剛管 現在5G速度非常的快 36G 那喔 7倍快左右 7倍快就有7倍爽 真的是又大又爽 對不對 又快又爽 當老師說 上課好不好 直播出 所以呢 你只好把你的潛艇寶給長起來 喔喔喔喔喔 潛艇寶 OMG 怎麼這集開的開的這麼突然呢 加上我們之前有一集有一個人 非常惡劣啊 烤肉不忙就算了 還偷藏柚子 這種驚喜總是來得太突然喔 我都不知道怎麼去接招啦 呵呵呵 潛艇寶 呵呵呵 但我是白色的 欸這個這行嗎 我覺得 長途有問題 如果起成立的話我只能把他刪掉了喔 哈囉我是阿萍 嘿 我是老橘萍 老橘萍 你不要以為 你那個髮型我看不出來你是弄誰喔 你為什麼是老橘萍 為什麼是那個橘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喔 沒有問我 我要怎麼跟我爸說我懷孕了 啊沒問題 這交給我 當天共進晚餐 他爸 哭口咳嗚 喔呦 爺爺刪到了 快去趕他撬杯水 認 召 召 魂 饑手 以面貌神弋者為家 autographS triggers duas 呃 召魂鿲手 面貌神弋者為家 呃 召魂駐守 面貌神弋者為家 représ 他的反應 為什麼問這種白痴的問題 如果是要像這張照片一樣 要神視這張照片的話 我想 他可能找不到人了 我想找一個 180大雞雞的男生 啊 我想找一個 年輕百萬的男生 我想找一個女生 喔兄弟 我覺得你要求的太多了 我告訴奶奶說 哎呀我突然好想吃荔枝啊 然後過了一小時後 我們家的冰箱變這樣 有沒有人家裡的長輩是這樣子的 可能跟自己的爸爸媽媽 或是爺爺奶奶 說自己想要吃一個東西 或是想一個東西 然後呢就突然塞爆了 想到之前說的那一個 今年端午節的時候 不是因為疫情嚴峻的關係 那很多人不是在呼籲嗎 啊今年呢就不要這個 跑回家 特別為了這個端午節 南征北討的有沒有 有一個北部人就跟媽媽說 嗯 六中跟減中 各機五個上來就夠了 結果他媽 肉中跟減中各五十個 剛敗完的水果跟零食共三香 我做的煙泡菜六包 乳牛肉跟雞腿各十來 風色口罩五合 喔 わかりました 我就跟你說 肉中跟減中 各五個 總共十個 你怎麼突然肉中跟減中 來個影分身之術 變成各五十個了 是怎樣 這些粽子都會 突然會細胞分裂的是不是 好再來上跟吃有關的 因為我說要煮義大利麵給我吃 然後 他的義大利麵 長這樣 喔齁 小姐 你是要我學會如何吞火 是不是 還是其實你這是發爐的 你這是燒香 然後香燒起來發爐的是不是 那個現場太陰啊 或者是那個現場有生命發威 整把香燒起來 他是到底怎麼煮的啊 這段圖也是充滿懸疑耶 巨大 驚人的秘密 尚未被解開 求解 請問這位小姐 到底是怎麼煮義大利麵的 還是這什麼神秘的巫術啊 要把香 整把給它燒起來 再插在鍋子裡面 這是要做什麼奇怪的邪法 這什麼邪術嗎 到底有沒有人可以幫我解答一下 我的鄰居昨天半夜兩點了 敲我的門 很誇張耶 半夜兩點半耶 那不就還好 我那個時候還在打鼓還沒睡 你就來笑很誇張 但你那個誇張 半夜兩點半 你的大屁股 要是我 我就FBI那一當了歡樂壯 踹門了 來囉歡樂壯 開門 然後一個大角 踹進去 直接找到你要槍走你手上的骨棒 然後再把你打那個 整個給它戳爆 兩點半 打鼓 我打你阿嬤 然後我們再來開一張 這個 隨著時代進步的 這個算是動畫嗎 還是電影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個到底是什麼 什麼類型的畫面 反正就是那個 鹹蛋超人 現在好像要做什麼超人的力霸王是不是 那以前那不是就是眼睛像鹹蛋這樣子嗎 現在 他們已經 改代隱形眼鏡 改代隱形眼鏡 也在堆了吧 嚇死我 整個神韻都沒了 哎呀兄弟 你們考慮帶回以前的鹹蛋啊 我覺得你戴隱形眼鏡真的是很不威啊 要是我的對手長這樣 我真的是沒辦法跟他打下去 笑到自己戰鬥力整個崩壞 哦 原來這是他們的新招啊 新絕招 原來這是另類版的韓孝伴徒典 太六個了這一招 這張圖必須列入經典 好了 我們經典的個人圖呢 就到這邊了 衝著這個銀心眼鏡的科技啊 這麼的進步 衝著這一招啊 殺傷力實在太強了 這部影片值得一萬個讚 好了 訂閱我這個頻道隨便啦 要不要加入會員 那是一定要的啦 加入會員可以幹嘛 我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啦 那我們今天是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